我們這次就去到日本這個地方 日本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其實這個地方近年 近這六年來 大家應該都會敬而遠之 為什麼會敬它呢? 因為這個地方實在是很漂亮的 其實阿喜兒可否展示一些圖給聽眾、視像的朋友看看 可以讓大家猜猜一下究竟這是什麼地方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哦!是電站 大家應該會知道在哪裡 其實就是日本的福島縣 這宗失蹤事件 為什麼會發生在福島縣 而我又這麼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自311大地震之後 其實福島縣現在是一個比較陰森恐怖的地方 因為事實上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現在但凡你走近福島縣 你都要穿著保護衣 因為裡面是輻射的濃度太高 它已經洩漏了出來 所以現在雖然它以前沒有發生事的時候 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無論是它的櫻花或古代建築等等 都很引人入城 但是今天其實正正正正等於 现在乌克兰的赤尔诺贝尔爆炸了 到今天其实都是一个死城 而今天这一宗讲的故事其实都挺诡异的 当然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311地震还没开始的 其实这件事就发生在1989年 1989年的2月28号 其实这宗案的事主就不是100%失踪了 他先失踪 但后来就被人发现他的屍体 但是直至到今天为止 这个死者怎么死是没人知道 而他的死法也是非常诡异的 我们先讲一些背景 我们首先讲这件事件的失踪主角 我们叫做Ed先生 因为我也是拿一些资料回来 其实都可能在他的名字里 initial拿出来 Ed先生 Ed先生他死那一年 Ed 先生 Ed 先生 其实他在1989年死那一年 其实他是刚刚26岁 是一个非常年轻力壮 而且他当时在福岛院的一条村里生活 他那里的村民对他是非常外大 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男孩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有活力 很喜欢运动 又很喜欢帮人 而且也很有学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 在日本其实有很多个村 不同的区 其实每个村他都会选村长 其实Ed先生 当当时选村长的时候 其实他是代表了他村的竞选人 去做了一个演讲 而这个演讲是令整个村的人 听到这个男孩实在太厉害了 太有见识了 所以这个村的人 基本上对于这个男孩 都是很爱他 很疼他 而且觉得他是一个很正面的男孩 再加上因为福岛是一个核电站 以核电站文明的地方 其实本身Ed先生 他都是在核电站里面 做一个主任的 担任主任的角色 其实你想想 26岁做一个主任 其实在当时来说很厉害 他已经是很厉害了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他是这个村的一个光荣 事发有一天 在福岛里面 某某的一条村里面 其实是一个女教师 有一天 其实当时是一个严寒的天气 是一个深冬 很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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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女教师 就会有一个女的宿舍 我们叫教员宿舍 其实大家不要想 其实可能现在日本 是很先进的 其实如果可能在一些福岛 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 其实都不是像现在的大城市 东京那样 是那么发达的 为什么我说它没有那么发达呢 因为其实这件事事发 是发生在厕所里面的 因为当时 其实阿喜儿可以去回刚才那张 去回刚才那张 其实这张都可以 大家会看到右上角 就是一个我们日文所说的便器 即是说一个小塔 是蹲的那种 蹲池 其实下面你会看到有个人 那个位置 其实就是一个厕所的坑 我们所说的市坑 就是装皮和装尿的地方 是 是 小丝这样在这里 是的 其实那个女教师 为什么突然间会发觉到 其实以前的厕所在福岛园的时候 它不是好像我们现在的大城市里面 是一按键就有水 沖了去 其实它是一窝 其实它会 吐了下去 大海 不是 吐了下面那个缸 我们叫做便时 那个叫便时 那个便时里面 然后你会看到后面 有一个叫吸取口 那个地方 其实是要找人去抽的 抽一些勃勃出来 其实 为什么会发现到这些具尸体 其实就是那个女教师 说很冷 那天就去厕所 在厕所的时候 为什么会发现到 咦 看下去 当然是臭 但也看到 那次是人头 那样的物体 那样也看到 是的 因为其实很正常 可能浮了 不是浮了 那个位置没有什么 怎么浮 其实很正常 它不是一个 好像我们现在看下去 比如说现在的猫尺 会吐下去 然后有个小孔 其实它不是 因为这个只是画出来 没有小孔 有个头的形状出现 那它就尝试捏着鼻 再摸起来 摸起来 很大胆 它就看到 真是一个头 真是有个头在里面 然后它就 当然很害怕 因为看到 为什么那个地方 会有这个 这样有个人在里面 究竟它生还是死 但是也不会躲在一个 屎坑里面 其实它很害怕 然后就立刻 冲回学校 就跟它的校长 和其他教师说 他就说 我刚才在厕所里面 看到 好像在便池里面 有个人在里面 他就说 不是吧 因为那时候是 深冬 你知道其实是冷缩 热障 其实所有东西 那些人有尝试过 想挖开它 挖开整个便池 因为大家可能看得不清楚 其实整个便池 是埋在地下里面 地下 好像一个井 好像这样 埋在地下 好像一个井里面 那些人就尝试在厕所的外面 挖开它 想挖开它 但是挖不了 挖不了 但是已经是发现到 是真的有个人在里面 但是挖不了 那他真的要报警 叫那些重型机器 是把整个地 是把整个地 撮烂了它 然后才可以 看到里面真的有条丝 而这条丝 最初是未被发现 是26岁的Edson 是的 但是 当发现到蓝丝的时候 就很正常 就会找一下 咦 有没有失踪人口 那真的四围走去问 有没有不见了人 因为以当时89年的技术 没有现在这么发展 那个女士是什么人 教书 但是为什么她会去到这个厕所里面 因为其实她在教学校 其实可能她教完书 她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宿舍 其实以前的宿舍 应该不是有独立厕所 可能是要去一些公家的厕所 而这个公家厕所应该很多人用 所以她就会见到 很急着找个厕所 是的 当不见了 有蓝丝 就是四围去找 问到有一家人 他就说 我儿子两人没有回家了 而那家人的儿子 就正正是Edson 这件事就发生在2月28号 其实Edson 即失踪人口的爸爸 就跟警方说 其实26号 她的儿子就跟别人说 我有点事 要出去一出去 但是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当然 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爸都说你去哪里 他又没有说到 又没有说到去哪里 他只是说 行了 总之我办完事 我会回来 就由26号开始 直到发现这一具蓝丝 都没有再回家了 当然 发现到这具尸体的时候 其实整个村子都很空洞 因为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说 如果大家可以看 你看到便池旁边 其实有很多数字 其实这些数字就是scale 就是说 量一下究竟那里有多阔 嗯 是的 那你要看到 有个人蹲在那里 其实那个洞 那个阔口 只有20cm 是的 而另外一边 我们要抽一些 撥撥出来 那边的口 只有36cm 那就是说 两边的入口 其实都不能够 被一个人自己爬进去的 嗯 因为 警方调查的时候 曾经 有想过 这个人 是想着爬进去的便池里面 是想偷窥别人去 有没有去得那么尽 是的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说法 是 偷窥而已 大家想想 对 你想想 如果他用这个角度去偷窥人 那个人一拨下来的时候 就对 对 对 他就刚刚好 所以我说 看灵胸是真的要看视像的 你不看视像 你真的不懂得我们刚才说的 是的 所以大家有这样去施移过 但是想想 其实没可能那么蠢 就是 虽然日本是流行golden shower 是的 但是 你要偷窥也不用他这么做 你偷窥也不用用头去摔屎 去摔屎 对 但是 又很奇怪 如果 他不是自己爬进去的话 其实 他怎样进去呢 因为 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说呢 他已经是死了才被人摔进去 这里不是第一凶案现场 有人是这样说 因为 最初的人 因为计算过这些位置 其实跟他的屁股根本就不对 肩膀很阔 是不对 是根本不对 所以他根本是不可能自己进去 如果他自己进去 他其实正常人 如果进去到一半 他觉得卡住 他知道会死 所以他应该会掉头 应该是不想不下 是的 应该是掉头 很臭的 还有 他的死法是很特别的 他是 当时是一个心东来的 他是赤裸了上身 还有他是抱着衣服 好像这样 抱着衣服在胸口里 然后他的死因是 因为他抱着衣服 在那里压迫得太紧要 而导致他窒息而死 以及冻死 是的 即是说 即是他在这里死 是在这里死 不是意思 不是的 其实在他未死的时候 已经被人塞进去 但是 又有另一个疑点 就是 根据 因为我资料里有写的 根据日本的经济产业省 其实会和一些日本人 譬如说 每一个年龄层的男性 是做一个平均的身材量度的 他就说 介乎25至30岁的成年男士 他们的肩膀的那个宽度 即是前后的这个宽度 即是人的厚度 厚度 应该是介乎在44cm左右 是44cm左右 女孩子是36cm 他就说 既然这个是男士 既然这个是男士 他基本上 是不可能 在一个只有36cm闊的缺口里面 是可以进去 除非他懂速骨弓 是的 但是他又真的 不知为什么会进去 而 在发现了这条C之后 当然也有做了鑑证 有认识的程序 最后 那个失踪人口 即ASA的父亲 他真的认了 这个真的是他的儿子 是的 而全村的人 都不相信 这个ASA 爬进去是因为想偷窥 因为他实在是一个 太正常的人 以及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 以及正常 MAKE SENSE的人 都不会这样偷窥 不用去到这样的 是的 是日本来的 另外 他死在便池里面的时候 他只是穿着一只鞋 而另外一只鞋 是在大概距离 是远过一只鞋 还是近 差不多 就是车 跟着鞋 差不多的地方找到一只鞋 然后车上面 是关了门 但是 它还插着一只鞋 是的 OK 即是说 ASA 如果他是一个正常 离开一架车 很正常 你一停车 就会拔时 然后走 但是他又没有拔时 即是走得很急 很急 可以这样断定 其实他走得很急 即是可能有人 冲上他的车 所以他在另外一旁 跳下去 有机会 即是趕 趕着离开 还有在车的附近 又刚好找到他的一只鞋 即是跑脱了鞋 是的 会不会是跑脱了鞋 但是 如果那个人 要杀死他的时候 其實作为一个兇手 来计 刚才我都说过 这个拨拨尺 他不是直接通到大海 其实他都需要抽出那些拨拨 即是说 如果他将一条丝 要放在这个拨拨尺 其实是很笨的 因为很快便会被人发现 我又这样看 沛沛尺本身是很臭 那这条丝没有那么容易 被人闻到有异味 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掩饰 而且你抽些沛沛上来 不一定会惊动到这条丝 而且你抽 通常人们对于这些耳利的东西 你都不会很刻意看出来抽 而且你都是用机器去抽 在面上拿 你不是用人手去抽 你不是一筒筒筆上来拿去 你设好机器插进去抽 而在抽的过程 其实人是不需要在那里看着 OK 所以某程度上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好的掩饰 OK 另外一个疑点 就是说如果他并不是在这个便池里面 死了才被人摆进去 那为什么他 其实他应该是未死 未死的时候已经被人塞进去 他才是很失宿地抓住衣服 那究竟为什么那个人还没死的时候 要把他塞进去泥泥池里面 以及究竟 变态 其实最大的疑点就是 究竟那个人为什么可以 在一个36cm的缺口里面 可以把他塞进去 以及在验尸官验尸之后 发觉他只是有很轻微的刷伤 即是没有骨折没有性 即是不是硬硬 你死会硬硬塞 是的 是的 究竟原因是怎么样 他只要这样缩住 膝头这样弯向胸口 是的 其实如果你想想 死了的人 被你这样塞进去 其实他可能手是摊起 是的 所有东西是放松 其实他是很害怕地 即是一块 而且因为很冷 他想穿着衣服在里面 他才会这样塞缩住 即是说他未死的时候 被人塞进去 但是究竟怎么进去呢 因为其实那里 事后在 厕所不是新起的 在打烂之前 因为他们后来是打烂了 在打烂之前 其实他们是 大家都看过 究竟为什么能进去呢 是 他不是很多水 在里面 或者有尿 可能刚刚清完 是的 还有你想想 日本可能这么干燥的地方 还有他可能有泥等等 可能都会索紧一点 是的 但是总之 起码满满写 是的 这个变词 这个拔拔词 是没有被人刺烂过的痕迹 是的 不是刺烂再封返 是的 究竟 他是如何可以进去 这个变词里面 而 他也是这样死法 倫田一事件宝 是的 也有一些曾经的说法 究竟如何可以进去呢 实在到今天都解释不到 有些人说 究竟为什么他会被人杀死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他杀的 是的 但是警方时至今天 不是自杀 都会视他是自杀 仍然是视他是一个意外自杀 我要死 我用不需要用这样的方法去死 死得香 可以吗 究竟为什么会有人想杀他呢 其实就是关乎以前在那个选举里面 刚才不是说的那个村长的选举 因为本身不是说去帮他那个候选人 其实他后来是不帮他 因为他发觉到很多这个选举里面的黑幕 一些不公义的地方 他就决定不去帮他 是的 但是当然 你帮得我这么好 而又这么受人欢迎 突然间不帮他 那些人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想去帮其他人呢 就是说我得不到你 我都不要给其他人得到你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去杀了他呢 嗯 嗯